大家好,我是大象 今天我就继续聊《激荡四十年》之1998 《激荡四十年》系列是我们做的一个历史回顾类节目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 大事频发,能人背书 这个系列就是把我觉得精彩的大事能人体炼出来 以每一年的故事做成一个视频 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七年前,华东水灾波及十八个省及行政区 已经让灾区百姓苦不堪言 但这年夏天,洪水来世更加凶猛 东北的嫩江、松花江 华中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华南的珠江、闽江等的流域 几乎同时泛滥,南北加贡 这是一次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在新阳级二十九个省及行政区 受灾人口二点二三亿人 死亡四千一百五十人 农田受灾面积达三点三四亿亩 而中国人的表现也成为这一年 最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 酒吧抗洪 1998年六月中旬 受二女诺现象一项 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区 连降暴雨 在颇阳湖 大水以每秒三万两千立方米的速度 涌入长江 水位开始暴涨 6月24日 江西黎川县的村支书回忆说 一黎川衣服要逃的时候 水还在膝盖处 等穿好衣服时 已经淹到了胸口 有的人开着货车跑运输 路上突然遇到洪水爆发 大水漫进了驾驶室 四季连续踩油门三十七公里 不敢松脚 与此同时 广州和南京军区迅速派出部队 奔赴长江沿岸 靠洪强险 而洪灾也愈演愈烈 7月11号 三峡工程水域全面奉航 十天后 武汉遭受百年遗遇 特大暴雨袭击 8月1号 洪水的第一波毁灭式冲击 砸向了武汉上游的排州外 当晚 大地突然绝口 洪水把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 一排排房屋瞬间倒塌 木材和杂物在水流中横冲直撞 连老鼠们都互相咬住尾巴 在河边上游泳逃命 而当地1.2万名群众被大水围困 幸存者只能爬到屋顶或树上 死心裂肺的哭喊声 求救声 与团急的浪淘声混在一起 在夜色里 起伏不休 排州外的灾情 震斗全国 确实是冰山一角 这是中国自1954年以来 最严重的洪水灾害 长江 嫩江 松花江 处处灼淘天 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 如果不能应付得当 沿岸数十年的建设成果 将毁于一旦 无数百姓的命运 整个民族的国运 都会陷入一片汪洋 8月7号晚上9点 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紧急召开 会议把抗洪救灾 确定为当前头等大事 中央军委主席要求 人民解放军要全力投入 抗洪强行的第一线 确保长江大地安全 确保武汉等重要城市的安全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声令下 更多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 广州 南京 济南 沈阳 北京军区 以及空军 海军 二炮 武警部队 十几万冠兵通过飞机 铁路 汽车 空路并进 跨战区千里十元 与前几匹抗洪部队会试 千里铁路线上 一些火车为运兵车列绕行 洪在沿岸的火车站 军列一辆接着一辆 川流不行 在情况危急的各地前线 军队首长分辟坐镇 110多位将军吩咐指挥 在长江沿线如此大规模用兵 上一次还是渡将战役 到了灾区 最紧迫也最艰险的任务 是保卫堤罢 战士们扛着装满土石的马带 前赴后继的去围大坝 柱子堤 赌管涌 暴雨之后是炎炎烈日 每天都有人中树晕倒 而倒下一个 就又有一个顶上去 这是一场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战斗 洪水不讲任何道理 也从来不知疲倦 战士们却都是肉体犯态 但他们不能停 也不敢停 一停下来 洪水就要绝地烟城 为了身后的千万同胞 拼了命也要顶住 在前线 一刷两百吨的食量 战士们八分钟内全部一晚 累到极点后 在想想现场倒地就睡 有的战士在水里一泡十几个小时 再加上文成疯狂叮咬 皮肤出现了溃烂 有的兵能扛一百多斤的马带 可下来吃饭时 居然拿不动一双筷子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长江靠红部队总指挥的 董万锐将军 在接受采访时 说着说着 突然就声音隔一夜 8月14号 长江靠红墙线 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 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 这一天 总书记抵达武汉 前一天奔赴了金州 正在靠红一线的江堤上 他举着喇叭声嘶力竭 一字一顿地一连收了五个尖字 两天后 长江的第六次洪凤 向湖北省金江河段发起强袭 水月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处 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漫人比进 金江大敌危险 金江大敌一旦失守 洪水就会直扑武汉三镇 这里是华中经济中心 人口上千万 这里失守 后果不可顾量 这类情况其实不是没有预案 当地人口较少的公安县区域 就是之前设计的分红区 几十万群众已经疏散完毕 大地上也已经布好了炸药 万不得已神 可以通过主动炸地分红 舍下而保大 但一旦真要炸地 921平方公里的大地 将化作一片亡羊 几十万人将失去 足足备备生活的家园 以及造成150亿元的经济损失 分红以上后果将会确定无疑的发生 部分将和平原武汉三镇 我们的华中经济中心 可能迎来灭定之灾 损失将是另一个量级 重要的要求是 做最坏的打算 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天下午六点半 专军委主席向解放军下令 要求沿线部队全部上帝 迎接决战 8月16号当晚 温副总理坐镇金江大帝 眼看着水位不断上升 分不分红的决定 已经迫在眉睫 当时负责决策的温副总理 如同泰山压顶 在最后关头 经过集体反复研讨和科学论证 最终决定 死守大帝 在金江大帝的缝线上 替防各级干部立下军令状 两万多人的预备队紧急增援 台产和加工闲点1900多处 他们的口号是 人在地在 势与大敌 共存亡 那一晚将地两岸的上万枚火把 烧穿了黑夜 我们中华民主 只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任何的困难都压不住我们 中国人民是不可单身的 17号上午9点 红峰达到45.22米 这笔风红紧接线 已经足足高出22公分 套到黄浪 好像随时就要撕碎堤坝 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 水位还会再涨吗 45.22 45.22 45.22 45.17 金江大帝下买好的煞药 终究没有引爆 历史最高红峰慢慢回落 洪水退了 公安县和江汉平原 都得以保全 保住了金江大帝 千里之外的东北 再信同样危机 洪水在松花江 把大帝狠狠冲开了一个口子 而附近就是国家最宝贵的石油基地之一 大姓油田 这里绝对不能尸首 当时水流太猛 沙袋一扔下去就被冲走 根本拦不住 某集团军军长 柳凤举 马上系上一根背包袋 大喊一声 跟我上 上百位战士立刻跟上 用血肉之躯 解身两道人墙 挡住洪水的冲力 再由后面的战士 打下木桩 舔金杀石 四个多小时后 才终于把绝口堵住 抗洪抢险部队中 有继承抗美援朝传统的 上甘里特攻八连 爷爷黄继光 生前所在的连队 四十多年前的战场上 美国人打心理战 给志愿军发过一张宣传画 夸耀自己的势不可挡 上面说 拿人的身躯 能把河流阻塞吗 解放军 以此又一次证明 真的可以 拿身体堵绝口 在抗洪中并不是孤立 有的战士带头跳江 保护绳被冲断 刚下去人就没意了 而后面的战友仍在继续 否则没有别的办法 雄友的大帅 不允许等待设备十元 乡亲们在岸上哭喊着 别跳了 别跳了 房子和地 我们不要了 塔山守卫英雄团 九连一班的战士 李向群 参加过京江大地保卫战 也曾经带头用身体 挡洪水 连续奋战一夜 结果发起了高烧 但之后几天里 他仍然坚持参加强险 死活不肯下地 二十一号上午十点 他要扛着两个沙袋运送 但很快再躲在地 鼻孔开始流血 送水的老大娘 赶紧给他刮沙 李向群起来后 喝了两碗水 休息几分钟 就又扛起了沙袋 往地上送了二十多袋后 终于坚持不住 一口鲜血吐出来 昏迷过去 送完医院后 抢救无相 第二天上午离开人时 死因是极度老累 导致心力衰竭 肺部大面积出血 等到消息后 李向群的父母赶了过来 给儿子处理完后事还不走 母亲王力穷 喊着哭泪 给九连战士们洗衣做饭 父亲李德青 则毅然穿上了儿子的军装 他说 送向群当兵 是希望他做一个 对国家有用的人 现在儿子走了 就让我来干完他的活吧 李向群的葬礼上 成千上万的金江人民 自发来为他送行 灰茫茫的天空下 一朵朵小白花 在浩荡的人流中盛开 在湖南湖北 在安徽内蒙 在吉林和黑龙江 各个再去一线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洪灾过后进行清理时 有挖沙船发现水面上 有一些尼龙绳 用勾锡拉起来一看 是一串军人的尸体 他们在上游 结设人强抗洪 被冲走后 飘了几十上百公里 抗洪中 大部分子弟兵 身体都已经熬到了 能忍耐的极限 有些战士们 每天要喝二十多瓶矿泉水 吃十份盒饭 以补充体力的消耗 还有些地方的战士们 则会吃不饱饭 因为保卫大帝的同时 还有救援当地群众 无几某步官兵 三天只吃了四顿饭 把省下来的食品 分给收在百姓们 基层干部和无数群众 同样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全国范围内 无论男女老少 纷纷有月捐款支援 总额超过十八亿元 而在灾区 有老人写下带口 给战士们包饺子时 有中学生 省下自己的午饭钱 给战士们买来面包 更有群众和子弟兵一样 亲身参加抗洪抢险 儿子牺牲了 父亲冲上来 丈夫殉职了 妻子丢上去 这一年 人民群众说 最可爱的人是解放军 战士们说 最可敬的是咱老百姓 9月2号 在三十多万解放军战时 八百多万干部群众 共同奋战两个多月后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 开始全线回落 火药至噩梦般的两个多院 从坚守九江大帝 到强渡九江绝口 从保卫大清油田 到保卫哈尔滨 居民团结一心 种植成城 未有牺牲多壮志 赶交日愿 换新天 9月4号 总书记在九江宣布 抗洪就在 以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9月28号 全国抗洪强行总结表彰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庄严举行 一种精神被体炼出来 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这就是九八抗洪精神 在同洪水的搏斗中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展现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 这就是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 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继承 和弘扬这些精神 激励我们的干部和群众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除了总结说 抗洪精神 在这长达45分钟的报告中 其中已经70处提到了 人民二字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力量来自人民 胜利属于人民 荣耀归于人民 九八抗洪已过去24年 这一路天再难以断绝 但人间的某些东西 总会代代相传的 洪灾发生在年中 但在年初还有一件大事 关系全国亿万人民 1998年3月17号上午10点40分 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投票决定 朱荣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两天后的记者招待会 这位新总理面色凝重 留下中国改革史上 一句响当当硬邦邦的名言 不管前面是地雷尊 还是万丈深渊 我将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 我们到底正经历着什么 会被说成是地雷阵 和万丈深渊 如今回头看 这句话并不夸张 改革20年了 我们又一次走到了 悬崖勒马处 千军与法师 首先当然是洪灾 直接让400亿斤粮食 化为乌有 把金星增长率 拉低了一个百分点 另外 亚洲金融风暴 让中国周边的经济环境 持续恶化 上一年 我们的出口贸易增长了 20%左右 而这一年 反而出现了负增长 光这一条 就让经济增长率 比预期少了 起码两个百分点 建南环境下 下来带头领跑的民营企业 也忽然在了大跟头 出现了一波停产倒闭潮 曾经莫名一时的 广州太阳神集团 因为大环境影响 和个人的盲目扩张 去年年底 亏损了1.59亿元 股价暴跌 总裁怀汉兴 营救辞职 在珠海 由于资金链断链 史玉柱的巨人大厦 完成了地下工程后 就不得不停工 它只需要一千万 就可以盘活工程 但走遍南北 就是筹不到 不久后 巨人集团宣告解体 在山洞济南 大名鼎鼎的三猪集团 管理体系陷入混乱 虚假广告等负面新闻 接连出现 在这年5月份 全面停产 这些都是当年 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企业 民企尚且如此 那些中小微企业 更是倒逼成风 国业企业之边 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第三次全国工业复杀 结果显示 国业企业在39个大的行业中 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 整体来说 国企集团已经处于 资不抵债的地步 经济链缓缓相扣 接着是银行 这年国业商业银行的账面 不良贷款率达到了40% 不良贷款余额 超过24500亿 占当年GDP的29% 而一个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 这一年6月21号 海南发展银行宣布破产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家倒闭的银行 从民企到国企 从工厂到银行 从上到下哀鸿遍野 上一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9.2% 但美国时代周刊预测 1998年 中国经济最多只能增长3% 这就是当年的经济状况 表面上看 中国经济如大和奔涌 高歌猛进 但不知不觉中 千里堤坝之下 已经有无数倚血 如果经济继续恶化 随时有溃低的风险 政治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 一场大道阔斧 又轰轰烈烈的宏观经济改革 开始了 改革 经济问题千头万须 怎么改 并证最多 可以梳理 经济增长 大体也就是两方面的事情 出口和内需 而要扩大内需 又可以分为两大项 扩大投资 和促进消费 随改革 无外乎三个方向 增加出口 扩大投资 促进消费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三点上 搞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大动作 挽狂澜于祭道的同时 又拉动了中国经济一路狂飙 我们先看第一点 投资 投资是扩大内需 搞活经济的一个关键 但问题有两点 一 投什么 二 拿什么钱来投 投工业项目 倒是国企和一些民企 正是因为盲目扩张 导致重复建设 带来浪费现象极端严重 显然不行 权衡之后 一个答案慢慢浮现 基建 这是多年来 我们想干又没干的大事 第二 拿什么钱来投 如果靠多发货币 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造成后果严重的连锁反应 权衡后 答案是增发国债 这一年 全国居民储蓄高达五万亿 如果能用国债的形式 把这些躺在银行里的钱 吸引到国家建设中来 既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 国债稳定 高利率的特点 也能实现和民众的双赢 两个基本点确立后 这一年8月29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 拟增发一千亿元的 长期建设国债 专门用来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 铁路 水利 环保 城市化建设等等 这还只是开始 第二年增发国债 一千一百亿 第三年 再增发一千五百亿 合计高达 三千六百亿人民币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些金山都种出了什么 第一 大建粮仓 我们总共修建能容纳 五百亿斤粮食的 现代化粮库 配合保障 国民粮食安全 第二 电网改造 过去农村的电网线路很差 电能仅仅传送过去 就损耗37% 也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电 消耗在了路上 导致农民用电特别贵 现在投资改造农村电网 长期来看 获益匪浅 第三 新修水利 用这笔钱 我们未雨绸蒙 大发为家过了许多 大江大河的堤坝 增强防火抗灾能力 同时 在长江黄河中上游 大规模种树 增强水土保持 第四 修路下桥 这段时间开始 我们在五湖四海 崇山峻岭间 大搞交通建设 到2000年底 我国高速公路 达到16200公里 位列世界第三 而其中 有11500公里 都是这几年内新修的 第五 加快通信建设 自改革开放期 通信建设就一直保持 高速增长 这次则如虎添翼 这一年 从兰州 经过西宁 最后到达拉萨的 通信光缆工程 提前将复完成 标志着 全国通信光缆 果干网基本形成 1881年 我国有了第一部电话 直到117年后 才涨到一亿台 而从1998年之后的 两年内 就暴增到了两亿台 这一系列大动作 让工业机器 轰轰烈烈地 投入到国家建设 带动了钢筋 水泥 电缆 光纤等产业的大发展 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 国内生产总值 明显增长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为我们长远的 经济发展 带来了无穷的后继 所谓要想富 先修路 在实体路 电路和信息路 逐步建设完成之后 中国就像打通了 任督二脉 宏观经济改革的 第二大方向 我们来看 出口 这几年 是我们出台 外贸政策 最多的时期之一 为了扩大出口 使出了浑身限数 包括保持 人民币汇率稳定 完善金融支持 提高出口退税率 发展加工贸易 以及放开 进出口自主权 等一系列措施 这一方面 是为了度过 当前难关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中国入市 提前做准备 而三年后 中国将成功加入WTO 届时 无数人的职业生涯 将迎来转向 加入外贸大军 而外贸 也将成为 拉动中国经济 狂飙突进的 另外一级 基建投资 和外贸出口联动 成为中国这艘大船 扬帆远航的 强劲引擎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三个方向 可能也是影响 最深远的一个 消费 当时我们的经济 一片掉币 举步维艰 对于这场 长久累积而成的 经济危机 也非像猛要不可 而下面的举措 就是一记猛要 客观上来说 它充分促进了消费 拉动了内需 为中国之后的经济腾飞 起到了极为重要的 推动作用 但另一方面 它也让许多人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它就是 房地产市上化改革 此前由于担心 投机行为 以及其他各种原因 国家一直在意识 房地产行业发展 社会上 虽然也有商品房 但都不成规模 以单位配挤制度为主 可如今 危难关头下 中央决定 放出这只龙中虎 对房地产行业松绑 这年春天 国家发布冷 个人住房担保 贷款管理 实行办法 7月 国务院又做出了 重大决定 党政机关 实行了40多年的 福利分房政策 现在全面取消 推行住房分配 货币化 这样一来 房地产市场的空间 进一步扩大 于是 从90年代末开始 中国开启了 长达20年的房地产热 这是真正 与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大变革 也深刻塑造了 当今中国的 城市面貌和社会形态 此后的漫长时间里 房地产 不仅仅是一个 行业问题 而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人们分析 讨论 争吵 钢机混泥土里 藏着时代的欢笑与眼泪 人们的喜怒哀乐 都与它有关 房地产行业 近20年的高速发展 客观上 强力推动了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大幅带动了 钢铁 水泥 煤 煤炭 机械制造等等 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创造了海量的就业岗位 是中国过去近20年 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它随之带来的货币流动 也深刻影响着 当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 与此同时 在它背后 也藏着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的汗水 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国家发展 千难外险 每逢难关 我们都想从好 和更好的选项中 择一而行 可现实中 绝大部分情况 这两个选项 永远是 难和难上加难 由国债驱动的 城市化和技术设施建设 以房地产为主的 居民消费 由产业工人 冲锋现振的外贸经济 至此 宏观经济改革的 三驾马车 全部就位 他们即将转危机为机遇 拉动中国经济 一路策马狂奔 上面三点 重塑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而这一年改革 还有一个重要领域 国企 国企改革年年进行 年年强调 到1998年时 矛盾只能用尖锐来形容了 当时评价国企的 常见词是 亏损 全行业亏损 资不抵债 破产 倒闭 效率低下 人浮于事 变得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 三年 通过改革 让国企脱困 这次的改革后来也成为了一个分水里 它像一把大刀一样 一刀落下 把中国企业改革史 几乎劈成了两节 当时的指导思想也很简单 四个字 抓大 放小 确定的思路 接下来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就是让国有资本 从完全竞争的领域大面积退出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 把大了效率低下 问题严重的国企 进行关闭 停产 转产 放在这些一团烂麻的小国企 另一个重点就是 抓大 在钢铁 能源 军光 航空等领域 把大型国企合并 形成垄断地位 防范资本入侵 这一年 就要向若干国有企业进行改组 诞生了三个新的特大型国企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以及上海宝钢集团 解释起来并不复杂 可真要执行 却需要有闯地雷震的勇气 比如放小过程中 有两个问题非常棘手 第一 实际执行时 下面刮洗外风 很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获得国企产权 有些人也饱负 却造成了国业资产流失 让人痛醒 第二 关闭大量企业 势必会造成许多工人下岗 对此 虽然国家大力组织 下岗职工再就业 安排技术培训 想想下岗职工的 基本生活保障等等 但我们终究 画不出一个完美的缘 那一波下岗潮 还是不可避免地冲击了 许许多多家庭的生活 失去了工作的人们 迷茫 忧虑 承受着具体又剧烈的阵痛 他们为了大局 付出了太多 问题无可回避 但改革效果是显著的 大型国企的改组强化 让国企在关键领域的能量 显著增强 给国家经济密脉 增加了一道护城河 守住了国家核心利益 而放掉那些连年亏损的小企业 则给我们的经济 甩掉了沉重的包袱 让我们彻底从泥潭里拔出脚来 大到阔府的顶层设计 加上12.5亿人的实际付出 1998年 从最初的艰难局面 到一系列改革逐步落实开启 就像闷热的夏日午后 终于下了一场 酝酿已久的漂泊大雨 水面冒起青烟 灰尘雨水成珠 大雨过后 乌云消散 低夕阳一扫而光 让人感觉万般清新 空气里满是泥土的芬芳 一场宏观经济改革 把整个国家扶上了轨道 但民间依然还有乱想 这几年 社会上有一桩怪事 愈演愈烈 它让人失去理智 终日神神叨叨 还会扭曲人性 参与者不惜牺牲 至亲好友 让人钱财三尽不说 甚至家破人亡 而且关键一点 它还像瘟疫一样 互相传染 没错 就是传销 49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 太极越发失控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这一年4月21号 国家向他发出了 最彻底的通告 取缔传销 传销的模式 今天大多有所了解 主要就是靠 拉人头交会费 有些组织有销售产品 但大多是假冒伪劣的 通过不断发展下限 价格层次加满 一旦东西卖不出去 下限只好想方设法 继续发展下限 最后不惜拉上兄弟父母 亲朋好友 还有一些组织 甚至连产品都没有 纯靠护友 比如深深知识国家的秘密大工程 一种国外引进的新型业态 自愿连锁 资本运作 用钱生钱 做着分钱 交上几百元 一年轻松 挣个几百万 或者交上几千元 挣个几千万 总之 你注意保密 这是20世纪最后的报复机会 怎么样 这么好的机会 你来不来 这一道说字下来 总有一些人心动 如果你还要疑问 比如 这事儿还有谁参加了 还有谁 专家学者 大学教授 硕士博士 干部官员 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 都参加了 难道他们都是傻子 甚至在国家名利禁止 宣布取缔传销之后 他们还有说字 如果你问 项目这么好 怎么国家还会取缔呢 你不懂 这是上面在故意配合我们 这么大好的发财机会 能随便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好 等你被户友的交钱入了会 任务就只有一个 疯狂的发展下限 而接下来 马上就会开启 另一波洗脑轰炸 首先 他们会告诉你 你是天选之人 只要你肯干 你的财富很快将会 多得难以想象 而为此 你必须要放下架子 要自信 要厚脸皮 甚至不要脸 千万不要怕被人拒绝 你甘心看别人开豪车 买豪宅 自己吃康厌菜 不甘心 那就对了 一起为这项崇高的誓言 而奋斗吧 在这种崇高的使命感 趋势下 人人沉浸在一种 天将将大任于 私人业的自我陶醉之中 开始玩命拉人头 发展下线 在这种疯狂的模式下 传销人数 经常在短时期就暴增 可以达到几万人 甚至几十万人 1997年3月 有传销组织 在广东会洋室 公然宣传 你想要发财吗 想要就要搞传销 结果 全国各地 十多万人聚集到这里 有的医生 利用植物之便 给患者推荐传销产品 有教师和大卫负责人 诱导学生和下属 加入传销组织 真正是 干部职工不上班 教师不教课 学生不读书 农民不种地 百叶荒废 有的人拉不到下线 交的钱又拿不回来 慢慢走上犯罪的道路 就在这个月的会洋室 有三名传销人员 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外商 还有三人 闯入一个公司总裁家里 抢走了一千多块钱后 杀了她在家里的妹妹 在传销组织宣传后 这里的刑事犯罪率 比前两个月 分别高出了 221%和200% 传销不仅干扰了 正常的经济秩序 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稳定 1998年4月 国务院发布通知 对任何形式的传销活动 都要坚决取缔 严肃处理 紧接着 警方和工商部门 对传销活动重拳出击 清查传销组织 打掉传销窝点 仅海南一个省 从1998年至2004年 就清查传销人员5万多人 打掉了一千多个传销窝点 抓获藤木280人 当然 打击传销之路任重道远 应该说 这一年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 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不断奋战 2001年 国家打击传销办公室成立 2009年 国家修订的刑法 特地新增了 组织领导传销罪 包括到今天 传销一再改头换面 重新包装 依然没有完全消枉 传销之所以履禁不绝 是各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而传销人员被洗脑 可能是其中最难解决的一点 甚至还有人被警察解救出来后 又主动跑到了其他传销窝点 重新开始 传销不但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更毁掉了许多人和背后的家庭 组织中 很多人处心几律 不择手段 但也的确有部分人 是被蒙蔽 洗脑 失去了分辨的能力 有一些是受害者 想出人头地 想靠自己的努力 过上更好的日子 是每个人最朴素 最无可厚非的愿望 但也正因如此 才要更加严厉 彻底地打击传销 让犯罪分子得到惩罚 让误入歧途者走向正道 这是一场持久战 1998年 中国环保事业 也迈出了重要一步 之前不少地方 为了短期经济效益 对林木乱啃烂乏 或者直接毁临开荒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和土地化木化问题 而且开啃的地越多 粮食产量不升 反降 陷入了越穷越啃 越啃越穷的恶性循环 这一年的大洪灾 也更让大家看到了水土流失的巨大危害 于是 在抗洪救灾成功的第二个月 中央发布了一项重大决定 风山指数 退根还林 中央决定 即日起 全面停止长江 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天然林采法 而在全国范围内 分两个方面 一是 逐步将溢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 有计划 有步骤的退根还林 二 因地制宜 在荒地荒山 指数造林 其实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今天 我们对林业问题就一直很重视 1956年 毛主席就提出过号召 绿化祖国 实行大地远林化 1978年 专用规划了著名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区域囊括 华北 东北 西北在那地区 规划时间 从1979年 很快至2050年 1982年 邓国约在北京玉泉山上 亲手植树 为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拉开了序幕 在国家的创导之下 也始终有人在为绿化事业而努力 原云南省宝山地委书记杨善舟 退休后回到老家的大亮山 义务建设林厂 已干就是22年 在林厂 他吃的是粗茶淡饭 住的是油毛沾窝棚 去树苗的时候 他到城市的垃圾堆里捡果盒 72岁那年 他在给树木休枝的时候跌倒 昨天粉碎性骨折 半年后 拄着拐杖又开始中树 22年 他在领林厂职工 建设5.6万亩林地 大亮山森林覆盖率 从当初不足17% 增长到了90%以上 林厂经济价值达到3亿元 木已成林 郁郁苍苍苍 接着 他安心把经营管理权 无偿交给国家 2010年 杨善舟老人去世 享年83岁 卫国中树的 不只杨善舟老人一人 原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张领应 家乡在山西省左云县 位于著名的 毛巫肃沙地边缘地带 到处是光秃秃的野坡 一片荒凉 张将军光荣退休时 也没有安享晚年 而是扛起铁锹 走进了沙地 他自掏腰包 第一年买了1万颗 张子松苗中下 第二年全死光了 他又买了6000颗 又灾又死 很多朋友都劝他放弃 一百年纪了 何必跟树较劲 他不听买书 请教专家 到林厂学习 非要学会中树技能 头几年 他和妻子的脸 被风吹得掉皮 嘴上洗满了水泡 一裂开口子 血血顺着嘴唇流下来 兼心操劳18年 他带领乡亲们 种下200多万棵树 之后分文不取 无偿交还给集体 张莲映是苦出生 4岁时他父亲去世 6岁时母亲改嫁 之后又是奶奶病故 爷爷重病 一路艰辛 这是在老师同学 还有乡亲们的帮助下 才得以长大 他19岁去当兵时 村里锣鼓喧天 乡亲们给他塞上 炒好的瓜子 煮熟的鸡蛋 叮嘱他 到了部队要争气 听党话好好干 少年都一一做到了 几十年过去 苦命的孩子 成为了将军 妹妹回忆起当年 他就忍不住掉眼泪 说 我不是百家饭 穿百家衣 根本活不成 当年的恩情 无以为报 他就种下一棵棵树 养护一方水土 回报年少时的恩人 自1998年 推更还林政策提出以来 在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森林面积已经达到2.2亿公顷 森林蓄集量175亿立方米 并且还在继续增长 2019年 美国航天卫星拍摄的结果显示 近20年来 中国一国的植被增加量 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人在植树造林的同时 也培育着自己的进气神 我们这个民族 也如同在荒坡里成林的树木一样 从古老的历史中 撑出新的枝叶 扎根于土地 在风雨中参天 而这磅礴力量的背后 大概就是千万个 赵连映和杨善州 总有无数这样的人 像万古明月一样 照耀着这个国家 有人在沙地上 种出一片森林 也有人从无到有 造出一架飞机 这一年3月23号 在我国航空时尚 有里程碑意义的 歼10首飞成功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和苏联先后装备了 第三代战斗机 而我国大陆 还只有歼7歼8这种二代机 今后都是现代化一体作战 空军的力量至关重要 1986年议院 经过邓公批示 国务院和军委下发联合文件 要求研制一种歼机机 为中国空军 在新世纪的作战服务 并把这项任务 列入国家重大专项 也就是歼10工程 领到这项任务时 歼10总设计师宋文聪 已经56岁了 他出生于1930年 少年时经常目睹 日军驾驶飞机 轰炸我过领土和百姓 当时无能稳力 心中却握紧了拳头 半个多世纪过去 世界风云变幻 沧海桑田 他也成了一个老人 坚实工程难度太大 有人质疑 这坚实能不能在他手中完成 坚实的难 就难在我们口袋根本没钱 还要一步登天 向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发起重逢 当时的技术难关太多 就比如看起来很简单的 飞机起落架 就说我们是想引进国外技术 1987年 曾经跟世界上先进的 起落架失职公司谈判 但对方看我们技术落后 就狮子大开口 光评审费 就要价265万美元 再算上设计和装配 总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 宋文聪听完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当时是一分前 要摆上两半滑 光是起落架 就要1100万美元 怎么可能造得出箭实 他说 不要逗 不要靠 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坚实飞机 让起落架 留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接着就带领研发人员 一头扎进了研究实验中 当时 他们连一台真正的计算机都没有 在高温仓库一张张的画图时 经过反复无数次论证和实验 半年后 我们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的起落架 只花了不到30万人民币 80年代末 社会上涌现下海潮 不少人靠做生意 已经发家支付 有的腰长万贯 而科研人员们的待遇 普遍不高 当时流行一句话 搞原死蛋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 坚持工程的条件就很艰苦 科研人员们穿着破烂背心 宋文聪自己也总起一辆 破旧自行车 条件是差 但干净不缺 漫长岁月里 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苦干 宋文聪作为总设计师 压力最大 日夜操劳 头发慢慢变得雪白 成为总经理杨宝树 为健食项目呕形立炫 1995年查出肺部肿瘤 依然坚持工作 63岁的试飞总师周自全 在线上晕倒好几次 却不让随行一声说出去 还有参与设计的 监食首位试飞员雷强 他工作的地方 其实离父母家很近 但为了争分夺秒 研制飞机 有三年没有回国家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奋斗下 监食先进的气动布局 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 以及数字式电船飞控系统 等等难题 都被团队一一击破 1998年3月23号 距离项目启动 已经过去了12年 这一天 春风俘国祖国西南大地 在四川成都温江机场 凝聚了无数人的期盼 与热血的坚实战斗机 迎来了首飞时刻 总设计师宋文聪 紧跟着这架代号 001的绝密战机 缓缓向前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 去赶一场大考 下午四点 试飞员雷强从塔台 缓步走向飞机 起飞前 他向宋文聪保证 宋总 你放心 主要不是飞机马上爆炸 把我炸死 就是摔 我也把飞机开回来摔在跑道上 让你们知道 咱们十几年的心血努力 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等雷强跨机驾驶舱 他看到顶着一头白发的宋文聪 眼含热泪 正向他挥手之意 发动机启动了 滑行 加速 一飞冲天 全部参数正常 坚实像一只苍蝇 把研发人员12年来的心骨 抖落长空 最后 稳稳落地 下机后 雷强抱着宋文聪 失声痛哭 说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战斗机啊 现场其他人也同样激动 明明是在高兴地手无足道 泪水却流了下来 大家哭了笑 笑了哭 这种感觉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明白 这一路走来 实在太不容易 12年征途 总是宋文聪 从56岁 熬到了67岁 他的生日 本来是在三天后 3月26号 但在首飞当天的庆功宴上 他决定 以后的生日 都改成这一天过 的确 3月23号 这一天 永远值得铭记 他不但是 坚实和宋文聪的生日 也标志着 中国航空工业 和空军装备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6年后 箭实正式列装空军部队 成为我国空军的 主战装备之一 之后进一步发展出 箭实A 箭实B 箭实C系列 并为箭20的研制 达下了基础 2016年3月22号 箭实支付宋文聪 刻然尝试 离他的生日 只差一天 2009年 宋文聪被选入 感动中国时代人物 给他的颁奖词 大概也适用于许许多多 为国奉献的 科研工作者们 少年伤痛 心怀旧国壮志 终年发愤 澎湃强国雄心 如今 他的血液已流进 钢铁雄鹰 亲戚分体 像云端 老马信部 小众山 他怀着千里梦想 他仍在路上 箭实一飞冲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体育领域 这一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大概是 法国世界杯 大洋彼岸 热情似火 但遗憾的是 我们只是观众 因为早在前一年 我们就亲手丢掉了 通往法国的入场券 而且还尿下一出 中国足球史上 刻骨铭心的惨案 当时是中国男足 第六次冲击世界杯 2000年近在直尺 所以这次也被称作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波 在前一年的预选赛中 我们的阵容很强大 局面号称是 最强的国足 最热泻的球迷 最好的时机 一开始确实不错 中国队以五胜 一平 零败计 强势挺进 亚洲区石墙 可接着 漫天乌云 滚滚而来 石墙赛 我们双场在 大连金州主场作战 起初2比0 领先伊朗 可后面 却被对手连进四球 最终2比4落败 接下来四场比赛 中国队一路跌跌撞撞 拿到两胜 一平一负 能否突围 取决于第六场 对战卡塔尔 那一天 来自全国五国四海的人们 赶到大连 绿营场内 人山人海 卡塔尔对此前 被认为是 小组最弱 中国男足大有希望 比赛开始 中国队高峰率先 攻入一球 可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 卡塔尔却如同一群恶狼一般 连进三球 逆势反超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 球迷脸上 慢慢涌现出绝望 最后30多分钟内 中国队被逼入绝境 开始了海啸般的疯狂进攻 对着卡塔尔的球门 狂轰滥炸 第82分钟 范之一攻击一球 比分打成2比3 但也依然回天无力 中国队的20世纪最后一波 宣告失败 无缘法国世界杯 这场比赛 后来成为中国男足的 治安时刻之一 荆州惨案四个字 被载入国足实测 当时还有一句话 也很有名 而且更损悲剧性 大连荆州 不相信眼泪 世界杯失利 押运会上 我们学光芒四射 12月6号 第13届亚运会 在泰国曼谷开幕 15天的赛程中 中国代表团 一共获得274枚奖牌 其中金牌129枚 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 其中 中国女足游戏出彩 在前两届亚运会上 女足姑娘们就两次获得冠军 而这次出战 更是蒙古下山 所向披靡 第一场对阵 中华台北队 以5比0赢得开门红 第二场 与韩国队较量 3比0轻松获胜 到了第三场 我们就有点不像话了 这次的对手是印度代表队 而女足姑娘一不像心 直接给人家来了个16比0 创造了亚运会有史以来 女足比分悬术最大的记录 后面我们又以3比0击败日本队 1比0战胜朝鲜队 无场比赛下来 一共以下28球 零时分 好取亚运会三连关 绿衣场即行四胜 这一年互联网也蓬勃发展 大洋彼岸 6月围绕公司发布了 经典的操作系统 Windows 98 并随后推出了中文版 很多国人第一次接触电脑 就是从这套系统开始 8月15号 苹果的乔布斯 发布了一款化时代的产品 一体机式个人电脑 iMac 在国内 这一年6月18号 在北京中关村 一个代理销售 逛四产品的小公司成立了 创始人叫刘强东 公司名叫京东 不到半年后的11月11号 另一家互联网公司 在南方深圳也诞生了 创始人姓马 没错 他就是腾讯 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 从过去开往未来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 投向文娱礼遇 这一年最吸引观众的电影 无疑是泰塔尼克号 他去年年底在美国首映 这一年4月3号被引入内地 很多人看一天还不够 要三刷五刷 据说观看人次将近23亿 杰克与Rose的爵士恋情 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同一年 成龙大哥很快好莱坞 和香港影坛 在香港主演了《我是谁》 而在美国9月18号 尖锋时刻上映 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巨星地位 也是在这一年 贾张科进入了影迷的誓言 他自便自导的小武 获得多个国际想象 也给内地影坛 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长风 电影在批判中 包含人文关怀 这一年 小影品也有别样精彩 广剧中又诞生了一部经典 《山鸡哥》 摇身一变《韦小宝》 演绎了这部《鹿顶记》 品牵一流的剧本改编 以及从主角到配角 全员在线的演技 它至今 仍是最深入人心的剧版《鹿顶记》 内地这一年 则诞生了一部年度最火剧 摇穷摇编剧的轻功戏 《环珠格格》 这部剧播出时 真正称得上是万人空巷 它收视率一度高达62.8% 创下了电视剧 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轰动整个华人世界 《环珠格格》在收视率上 奉头无量 而就艺术沉淀来说 这一年还有另一部大剧 央视版四代名著系列的 最后一部《水浒传》 整部剧拍摄耗时三年 由于大票戏骨清新演绎 饰演鲁智森的藏金生 原本体重170斤 为了塑造猛亥形象 每天是20个鸡蛋 增重到260斤 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 在拍摄《锦阳钢打虎》 这场戏的时候 是跟真正的老虎对戏 剧组为他投下了10万元保险 全组上下的兴兴业业 共同塑造了水泼凉山 一百单八项的热血传奇 林冲 风雪山神庙 武松 打虎等 都成了一代国人熟悉的纪念桥段 而西洋豪迈的主题曲 更是深深刻在了 武术人的脑海里 接着刘花老师的高歌 让我们侧耳心听 1998年的《华语乐坛》 这一年 陈慧玲难受了 职业生涯代表作 他要台湾上作人 周传雄作曲 冬年过去 依然是KTV 《碧点曲目》之一 天后王妃 这一年献上一首《王炸金曲》 这首歌《词曲唱三绝》 是他个人传商度最高的作品 可能没有质疑 有时候 有时候 相比香港 这一年的台湾乐坛 更是群心璀璨 赵羽作曲 《妻子十一郎》填词 奉上一首金曲 我承认都是月亮热的火 林义军为环珠哥哥 也唱了一首片尾曲 《雨碟》 还有一位姑娘 以青春可爱又百变的风格著称 一度被称为少男杀手 那时候 谁能拒绝徐怀孕呢 好恶扎都涌现 但如果非要说这一年 谁知怕台湾乐坛 那可能是人贤奇 这时候的她如日中天 这年8月28号 她发起新专辑《爱向太平洋》 在两岸都火得一塌糊涂 专辑中有首歌 由按钮作词作曲 成为年度爆款击取 专辑中还有另一首歌 由中导美雪作曲 经过全新改编和中文填词后 成为那个时代难忘的声音 深圳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内地之编 北方歌手那音 发起了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1998年的故事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漫天洪水淹没无尽土地 经济顽疾差点拖垮整个国家 就像翻一座高山 渡一条大河 正在改革开放20年的节点上 抖崖右线巨浪再起 回首往事最刻骨铭心的 大概是无数双眼睛和无数个声音 惊恐 哭喊 迷茫 坚定 感动 自豪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 证明了我们曾困于长夜 又撕碎了长夜 距江西九江城区西四公里的一段降低 突然绝口 千年故城大难临头 42万人危在旦夕 我们的担守全新的 严防自走 严防自走 妈妈 我想慢慢等待 看天上的星星 我们的兵子不是 我们是什么 没人在 严防自走 不管前面是地雷尊 还是万丈深渊 中国人民是不可单身的 严防自走 你们好 你们先走了 这是中国队的后一线 获得女子残体冠军的是中国队 春月的后排竞争 是直接打在了界内 一次直线的后排 成如以上 举步维艰 名声多渐 只是这一年的一面 威与鸡 永远并存 大破之后 是大力 宏观经济改革 推动大基建时代到来 在各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一具庞大的躯体正在诞生 钢铁塑造其骨骼 水泥铸成其肌肉 石油是它的黑色血液 电力提供强劲能量 属于中国业的血脉 重新奋章 中国也从此装上引擎 一路狂飙二十年 1998年的中国就是这样 让人失落又使人振奋 如果要说它和往年最相同之处 就是历史一再证明 现实的复杂与残酷 绝非豪烟众雨可轻松化解 真正的勇士 总是不厌其烦地 伴走每一块岛墓石 岁月如烟飘过 在1998年农历的最后一眼 庆祝新年的央视春晚 如期而至 尽管这一年 有太多让人替死横流的记忆 但就像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 又重新出发一样 这次导演组 特地选地了一首 特别欢乐的开场曲 除夕之宴 它让人感到振奋 和备受抚慰 歌名叫 欢乐中国年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 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